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做錄製聚齊 首先第一步 請你把這個工作表Ctrl鍵按住 然後拖拉 Ctrl鍵按住加拖拉就是複製工作表 然後點兩下之後把這邊改成聚齊 意思就是說我要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那這邊會需要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也許叫什麼 一個按鈕也許叫產生區跟錄好了 一個就清除了 那怎麼做 我剛剛有Demo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錄製 錄製的話名稱 也許就是叫做什麼 簡單區與錄 反正就是給一個名稱聚齊 按確定就可以 剛剛彩排過了 所以確定 1優標放在B2 然後上面打勾 向下填滿 然後2的話 優標再放在F2 2裡面優標放上面 資料裡面打勾 向下填滿 好 這樣子完成 完成之後記得錄停止 第二段的話 就是清除 所以錄製聚集 名稱叫做清除聚集 可以叫清除 按確定喔 那一樣彩排過了 然後1優標放在 這個 E2 跟F2 所以選一下 E2 F2 然後呢 再來 向下到最下面 就是快速鍵可能要記一下 Ctrl-Shift 向下 它就會快速的幫我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先選上面兩個 兩個出聲格 然後 Ctrl-Shift 向下 然後第三個動作就是Deleteer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兩個聚集 一個就是我剛剛的這個 清除聚集這邊有了 然後 這個 路 剛剛應該是這個 這個 區跟路 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有了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個清除 執行一下 清除執行 糟糕 這個有BUG OK 為什麼BUG 我們看一下 喔 因為 變成是抓到別的地方去 這兩行 它有個Application Run 它變成RUN 因為我開了好幾個檔 所以它變成說 它跑到別的檔去了 所以怎麼辦 把這兩行刪掉就好了 已經入錯了 沒關係 如果你入錯 可能要看一下 其實就是 把它按確定 奇怪它怎麼 因為入到別的 可能因為我開了很多個這個檔案 所以它可能會出錯 然後把它 這個下面兩行刪掉 然後再執行應該就 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剛忘了一件事 停止錄製 有沒有發現 原來它還在跑 所以難怪 停止一下 再看一下 剛剛這個 清除一下 編輯 這個 這個就 多一行 所以錄下來應該只有 1 2 3 這個是游標放在1.2 跟F2 然後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 把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Clear Content 就是清除掉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把這邊再弄一下 這個叫執行一下 這個OK 那這邊的話就是清除 執行一下 這樣沒有問題 沒問題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按鈕 然後在這邊把它怎麼樣 把它拉一下 然後這邊是區 區域路的劇情 這樣 然後Ctrl C Ctrl V OK 那底下又多一個按鈕 當然你可以插入 我是比較習慣 是再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再切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大小會一樣 我只需要貼上這個 把它按右鍵修改一下 指定聚集 把它改成清除 然後上面的名稱 一樣把它複製 然後並且呢 把名稱重新貼上 因為重新指定 按右鍵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按下它 它就OK 那這個按下 這個就清除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做出來 就是再多這兩個 那建議啦 你乾脆直接存檔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預設檔案是CSV 所以你把它另存新檔 我是建議 我先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了 直接把那個什麼 CSV 這個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樣的話呢 我們錄製聚集才不會消失 不然的話 如果你剛剛又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CSV就完蛋了 OK 那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然後把它怎麼樣 我先存在桌面好了 等一下不要好找 好 儲存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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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